同学们,大家好,这次课呢,我们进行AD9的PCB设计的学习,这次课我们主要学习布线方面的知识。 首先我们在这次课之前呢,还是继续复习一下上次课的知识要点。 在上次课的时候呢,我们学习了AD9PCB设计的规则设置,包括连接线之间的距离,焊盘之间的最小距离,以及焊盘大小,过孔大小,包括其他的一些规则的设置。 学习了如何进行自动的布局功能,手动布局呢,没有详细讲到,这个需要自己有耐心的去完成它。 一般情况下是功能相同的元器件会在一起,比如说这块是电源的功能,这块相关的元器件会放在一起,可能有主控相关的元器件会放在一起。 还有一个重要的注意点就是,一般我们主控旁边或者是一个IC旁边都会有一个旁路电容,相当于是充当我们的一个电源补充的一个容器。 比如说在突然掉电的时候,我们电容就能帮助IC去完成被完成的工作,所以这颗旁路电容一定要比较近的靠近IC。 还有精震一般也是比较贴近,主控旁边精震的接口。 好了,其他的问题希望大家在工作中慢慢自己去总结,这样总结出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的东西。 这次课呢,我们学习PCB的自动布线功能呢,功能很简单,就是一个指令就可以完成。 我们看一看它的强大能力在哪里。 这是我们这几天一直用的这个案例,它的布线就是自动完成的,我们先让它取消所有的布线,我们看一下。 取消布线在这个指令下,tools and root就是取消布线,然后我们选择all。 现在可以看到所有的布线都取消了,其他都是非线了。 还有一部分是红色的,红色的代表什么呢?我们看一下。 page on,这是VCC的。 VCC的。 好了,我们现在进入自动布线,看一下这个强大的自动布线的功能。 自动布线的功能呢,就是outshot,然后all,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肯定是要两层版的。 选择这是两层版,然后确定。 你看,瞬间它达到了53.95%的完成度。 在11秒的时候就完成了,刚才是70多。 现在已经到87%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100%的时间是多少。 45秒,97%。完成了。 49秒就完成了这个布线,是不是相当的快了。 显示完成,而且没有未连接的。 看看跟我们刚才的比是不是差不多呀。 而且,电源部分还做了加粗处理。 就是我们在原理图中设计的规则。 这个应该是18mm。 这个是米质的,然后我们VU快捷键把它切换一下。 用VU,键盘上的VU快捷键,可以把它切换。 切换公质和英质。 现在就是英质了。 现在显示线宽。 电源部分的线宽是18mm。 是我们之前是炒的。 OK。 现在这个图基本上就是完成了。 剩下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去调整了。 比如像这样类似的线呢,我们可以进行调整。 当然,其实这个地线我们不用调整。 因为最后我们还要铺地。 影响并不是很大。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几种特殊的不线方式。 我就在这个上面直接演示了。 选择不线。 拉出来以后,假如我们需要有个过空的话, 我们就按键盘上的2。 然后这就出现了一个过空。 假如我需要切换层的话, 我就按一个L。 现在键盘上的L直接就到了下一个层。 是不是很方便。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2。 OK。 再来切换一个层。 OK。 又到顶层了。 是不是特别方便。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些常用的快捷键。 会给我们的设计提高效率。 还有一种布线的方式会非常的快。 比如说这几个网络都是一样的。 网络都是挨着的。 你看。 NetRP1-7,1-6,1-5,1-4。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批量的对它进行处理。 我们试一下。 先把它删除掉。 包括这个也是。 这是我们按住Shift键。 键盘上的Shift者选中这些焊盘。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浮线工具。 你看。 现在这个线是。 我画一条。 其他的线都跟着一起了。 OK。 这样就完成了。 XA取消选择。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很好玩的布线。 我们还是选择这样交互布线的命令。 我想进入蛇形走线。 按住Shift。 加A。 然后你看看。 自动进入蛇形走线了。 然后我们按键盘的1,2。 可以改变它走线的方式。 按左边的三角括号。 可以改变它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幅度。 幅度增加。 幅度减小。 左括号是减小。 右括号是增加。 数字3和4呢。 我先走一下。 走这样。 OK。 我现在按的是4。 我们看一下会有什么现象。 频率变宽了。 是吧。 然后再按3呢。 频率又继续变小了。 再按4。 又变宽了。 现在我按的是2。 它现在越来越尖。 走几个。 然后再按1。 又变越来越宽。 是不是很好玩啊。 好了,我们把它删掉啊。 删除交互不限的话, 就是选中以后,直接按Delete就好了。 还有一种特殊的不限方式叫做等距走线。 我们找两根不一样长度的线。 我们先看一下。 就选这个好了。 这根线是这样绕过来的。 然后这根线是直接过来的。 。 然后在这个以网络为类的分类中, 我们新建一个类。 新加一个。 就叫牛。 新的类。 双击它。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网络。 看一下这个网络是什么呢。 那个Net。 N开头的。 1-8。 添加。 1-9。 然后添加。 OK。 它们俩就在一起了。 。 然后选中这条线。 快捷键。 用TR。 按Table键。 选择FromNet。 选择我们刚才组的网络里头的较长的这一条线。 然后OK。 这些参数可以设置一下。 比如说幅度啊。 这个宽度啦。 然后增量是多少。 增量我们可以设小一点。 OK。 还有一种走线方式呢。 是叫做插分走线。 因为这张图呢。 它没有插分信号。 我们在那个原理图里边给它增加一组。 随便。 我这个随便任意的画一下啊。 嗯。 比如说我就用一个点。 门铃。 门铃。 然后用一个电池。 正常一般是。 比如说USB信号啊。 会走插分信号。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设置一个网络。 插分信号的网络一定要注意。 就是它的名字一定要是一个P结尾的。 一个要N结尾的。 要一对。 既然它叫插分对。 插分对。 插分对。 它就是一对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放一致。 名。 网络名要一致。 然后呢。 这个一致完了。 我们还要放置一下。 插分对的一个信号。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update一下。 增加了两个兴器线。 增加了两个信号。 我们试一下。 OK。 没问题。 然后到PCB里头里头。 我们看一下。 增加的两个在这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刚才。 增加了一个网络。 这个暂时先不管它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走插翻信号了 这个PCB里头选择PCB 我们选择在这里边选择插翻信号 这就会出现了一个叫做名字叫做Bell的插翻信号 然后就是我们设置的一个P信号一个N信号OK 可以了 然后我们试着走一下线 走插翻信号 你看它就是一对线出来的 OK这样就完成了 好了这个插翻信号我们也回走了 这几种特殊的走线方式 我们工作中可能会经常遇到 大家希望能够完全掌握 好了布线完成了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DRC检查 Tools 第一项DRC Check 然后点 运行并且检查 这样有几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是没 没连接 这是插翻信号 这个应该是这个刚才我们放置这圆形线的时候 不小心放置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它把这个网络增加了网络了 所以它显示没有连接 这个没有找到网络设置在哪儿 其实它是一个标号并没有网络产生的 然后把它改成四季层 这样它就 它还是一个网络 因为它已经是私印了 所以根本跟网络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不过去管它了 这个是不是不是问题的 就是有可能它运行检查之后的 一些问题其实也并不是问题 我们可以让它保留 就是这个没有连接 好 是 好了 咱们再用这个初始的文件 再运行一下这个 DRC检查 Tools 运行DRC 然后选择运行并检查 咱们知道 Message里头没有东西 就证明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人为的把它制造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 给它删掉 我们看一下 再DRC检查一下 有一个警告了 看一下 没有连接 在什么位置呢 双击它就显示这个位置 在这没有连接 然后我们把它连接上 OK 再运行DRC检查 没有问题了 所以它很智能的 瞬间帮我们完成了 这个检查工作 好了 这个运路版图就完成了 这次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下次课呢 我们继续进行 PCB的学习 我们学习PCB的 自制封装的工作 好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